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用你的Home Assistant 来更新你的DDNS记录 那么什么是DDNS呢 DDNS就是动态域名解析 如果你家里面的宽带有一个公网IP 但是呢,它会经常的变 不是固定的 你想用一个域名 来访问这个变化的公网IP 那么你就需要用到了DDNS 自动的把域名对应到你的新的IP地址上 那么我们Home Assistant呢 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它可以配合我们Cloud Flare来实现DDNS 我在我的网站呢 也发表了一篇文章 就是介绍 集成Cloud Flare实现DDNS 顶级域名也可以做DDNS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首先先打开Cloud Flare 我现在呢,这里边有一个域名 给大家做演示用 那么这个域名呢 是一个免费域名 我在其他的网站上注册的 我们点击这个域名之后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DNS的位置 这里是空的 如果要做动态域名的话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A记录 我们先点击这个添加 然后比如说我们叫HASS 然后IP地址呢 我们就随便先敲 点击保存 我们把这个小云的云彩的按钮 先变成灰色 然后点击保存 大家看就有一条HASS 1.1.1的记录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输入一个at at的代表 我们是 at代表我们 我们这个域名 比如说我现在是武汉.cf 我们武汉.cf指向到哪个IP地址 所以呢 它没有前缀 没有前缀的 就是一级域名 所以用at来表示 at为1.1.1 然后再保存 我做了两条A记录 给大家做演示 一会儿大家就能知道 我这边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呢 我们再回到 我的博客 我们往下拉 然后这里边有两个例子 一个是子域名更新 DDNS的示例 什么是子域名呢 子域名也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这个HASS 我们在添加一记录的时候 说的是HASS 这就叫子域名 也就是说我们访问地址是HASS.武汉.cf 但是上面这个记录呢 我们就是直接访问武汉.cf就可以了 并没有前面的点前面的东西 好我们先来演示第一个例子 我们把这段配置文件复制下来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点击Configurator 我们在配置文件的后面添加 把刚才的配置都添加到这个位置 然后大家看第一行我们需要修改的是邮件地址 那么我们的邮件地址呢 就是我们登陆Cloudflare的邮件地址 这是我的邮件地址 我把它复制下来 替换到这个位置 然后还有一个API Key API Key呢 我们要点首页 首页 然后我们点这个域名 点域名往下拉 右下角 有一个get your API Token的连接 我们点击这个连接 然后大家看有一个 在下方有一个API Key 我们点击这个Global API Key 点击查看 这个时候呢 它会让你输入 它会让你输入你的密码 来再次验证 再加上一个验证码 我们输完之后 点击查看 这个时候就是 它就会把这个API Key 展示给你了 然后你回到 Home Assistant里 把第二行 API Key部分 替换掉 然后Zone这个位置 就填写我们的域名 就填写我们的域名 无害.cs 大家看下面Recourse Recourse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二G域名了 刚才我们在网站呢 我们在域名下面的DNS里 已经建立了一个二G域名了 是HASS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Recourse呢 改成SASS 如果你有多个呢 多个子域名都要变化的话 你就要把 再像这个例子一样 再增加 子域名 但是呢 现在我就一个例子 我就把最后一行去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检查一下配置 格式都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重启一下 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显示连接中段正在重新连接 我们稍等一下 好了 现在重新启动了 然后我们看通知区里边 没有没有关于配置文件的报错 那么我们的配置就应该是成功了 我们点击开发者工具 服务 然后如果你能看到有一个叫 Cloud Flare Update Record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的话 你的配置就是成功了 我们点击调用服务 其实就是更新一下我们的 Cloud Flare里的A记录 我们回到CF的网站 我们看 刚才我配置的是这一条域名 HASS这一条域名 现在呢 我刷新这个网页 这个IP地址就应该会变 我们看一下哈 大家看 这个域名已经变了 这个IP地址已经变了 而且呢 是我们Home Assistant 把这个域名变 把这个域名指向的IP 自动改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家里的光猫的IP地址变了 它也会自动帮你更新为 你家里光猫的IP地址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演示一下 主域名的配置 其实也跟刚才是一样的 我们回到Home Assistant的 Configurator 我们把配置文件 连贴到这里 然后把邮箱和API key 照搬下来 我们把邮箱和API key 还有这个Zone照搬下来 然后上面这一段呢 就不要了 因为我们Cloudflash这个大类 只能出现一个 然后注意啊 下面这个recourse这块 我们就要输入我们的域名 域名是需要主域名 我们不需要什么什么点 我们只需要把主域名输到这里 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然后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连接中段正在重连 那我们稍等一下 好现在重启完毕了 我们看一下并没有任何的报错 我们回到Cloudflash的网站 我们看下面的地址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会不会变 还没有变 我们回到Home Assistant的开发种工具 再次选这个Update Record 我们再回来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Oh my god 没变 好了 大家看 我们顶级域名 一级域名也都 IP地址变成了我树莓派 运行Home Assistant的公网IP地址了 怎么样 是不是没有国内的花生壳 一样可以做DDNS呢 而且非常的方便 还要是用你的主域名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一定记得订阅 点赞转发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